据大陆媒体和大陆网站传出的消息 最近中国各地展开推林还根运动 为响应这幅号召 一些地区把农民耕种了数十年的果树、梨树、葡萄树、香蕉、竹子等种植的农作物 在农馆的粗暴干涉下全部产品推倒改种粮食 甚至还有地区把水稻种到山坡旱地上 有外媒把中共当局这一行动称为农村新版大跃进 中共当局的做法引起了外界的多种猜测 是中国严重缺粮 还是习近平对粮食安全没有信心 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旅居德国著名环保生态学专家王威洛博士 据海外媒体报道 在中国此次的推林还根中 四川成都的做法最为极端 当地政府在2017年投资341亿元人民币 修建的上百公里长的环城生态区绿道生态园 总面积高达10.1万亩 最近又花巨资被产平 改作耕地农田 成都为什么要确定它10万亩 按照中央的说法 就是说你以前是耕地 你现在把它改作林地了 公园了 生态园了 这是违法的 它的标准是第二次国土调查 和第三次国土调查之间的对比 前面讲过中国的耕地的数字 变化从1984年到1997年 它进行了第一次的耕地调查 那么通过第一次耕地的调查 中国的耕地突然之间就多出了5亿亩 第二次国土调查的标准时间是2009年的9月30号 得出的耕地比第一次国土调查 差不多多了2亿亩 简单的说到了20亿亩 第三次国土调查的它的标准时间 是2019年的12月30号 表出的耕地是19亿亩 就是说第二次国土调查和第三次国土调查 这十年之间 中国就流失了1.12还是1.13亿亩的耕地 就是十年一次的 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在当年发布的 第二次国土调查的结果是在2013年还是2012年发表的 第三次国土调查的结果是在2021年的8月份发表的 差不多两三年以后它才发结果 那么第二次国土调查和第三次国土调查时间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正好是习近平的这十年 就是减少了一亿多亩耕地 所以习近平很生气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它的那个数字的报表 一直到2017年 就是说这个20亿亩耕地基本上就保持在那里 就没有减少 因为中国的数据老是给的完嘛 2018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知道了就是第三次国土的数据会很少 所以2018年这个国家统计局那就没有给出这个数据 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 它的数据是后补的变做了19亿亩 在图表上你就可以看到突然之间的一个下跌 也就是从2017年的时候 图定跨一下子就从20亿亩一下子就掉到了19亿亩 如果有人问说你为什么2019年调查的数字 要到2021年才能发表呢 这个也就反映了就是中国的这个政府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对这个数字进行再加工 特别是在每一个省区之间的这个数字 它要重新再平衡再加工 其实它最后的数字并不是当时微信照片 判读出来的那个面积 而是大数据处理完以后 再经过我们的领导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的这么反反复复的交证以后才发表的 据悉有网友在网上评论 仅仅几年成都政府的这一前一后截然不同的操作 让数百亿财政支出化为乌有 王维洛博士对此指出 根据中共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 四川市根据面积减少最多的省份之一 在第二次国土调查的时候 中国有这么几个根据大省 就是说这些省区的这个根据面积都在一亿亩以上 有黑龙江有吉林有山东有内蒙有新疆有河南和四川 那么到了第三次国土调查的时候呢 四川省只剩下7800万根地 一下子从一亩的根地大省减少了22%根地面积 一下子就落入了非根地大省 所以它是在这些根地大省中根地流失最多的22% 所以呢这个四川省这次呢 是他们纠正这个根地的非农化 还是根地的非粮化的这个过程中 要重点治理的这么一个对象 所以这个决策呢 也不是今年才做出来的 四川省委成都市委都是已经知道 在2023年的两会之间呢 成都市的市长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呢 已经把这个问题 但他不是具体说我们这个缓存绿道的要退更 而是说我们要执行中央的这个政策 就是说四川省流失的根地是最多的 但是按照他所占的流失的比例呢 他还不是最多的 四川省我讲了他是减少了22%根地 那么减少根地最多的是谁 减少根地最多的是北京市 北京市一下子减少了58%的根地 一半以上根地没有追究他 还有谁减的比他多的呢 比如说像浙江省福建省还有天津市这些 从减少的比例上都超过了四川省 他这一次一共就是说要把10.1万亩 就是生态园啊还是公园 重新改回做根地 有一篇报道说呢 在建设成都的天赋率到系统的时候 投了341个亿 那么一下子呢就算出了341个亿 他算了比上如果这个10万亿亩的这个根地 每亩n770块钱算的每年也就77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他算了说我们起码要400多年才能把板捞回来 他说我们在这个地上一年收两计的话 需要200多年才能够收回来 从这个计算上来说这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中国的计划经济的这种算法 不算利息的这个办法 那中国老百姓其实通过就是买房子 他就知道你的利息加还本在20年在30年的这个之间 把利息和本都还下去的话 700万元的话那你永远是一个亏本的生意 你的本也永远是捞不回来的 这是第一个就是和大家讲的 第二个讲的就是说有的评论里面 他说错了或者说是算错了 他认为是这个成都市政府亏了数百亿的财政支出 花为乌有这是错的 谁的钱花为乌有了呢 是老百姓的钱花为乌有了 那成都市的财政支出是来自于他的财政收入 他的财政收入都是所有的那最税人交的钱 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这个是主要的意思 你是不是看到就是说在天府绿道的周围 成都开发了很多的房地产 在这个房地产基本上都已经卖完的情况下 把这个公园改做耕地了 而且这些买房的人就抱怨 但当初你和我们说的 我们这个小区这里的环境多少好 附近有多少个公园 这些公园没有了 什么东西的价值下去了呢 就是说你们买的这个小区 就是你们买的这个楼盘的这个区位 Value下去了 中国人这一点他很知道 买房要买什么呢 区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的这个公园设施 这些公众的这个生态设施没有了 那么你的这个房子 你当初买的是一百万的话 那你现在可能也就是六七十万 你当初买的是两百万的话 现在也就是一百多万 损失的是谁呢 损失的是那些市民 他们在这里勾置了房地产的这个区位价值的损失 是老百姓说 王维洛博士在采访中披露 退林还根 其实是中共之前执行了多年的退根还林的相反政策 那中国是什么时候 说是这个退根还林 或者说退根还湖的这个政策 最直接的动机呢 是1998年的长江洪水 1998年的长江洪水 大家都知道 江泽民算赢了一百二十个将军 然后到大地上去砍洪去了 那么当时说的这个洪水这么大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长江上游的这个森林的砍发 使得上游的这个水土呢 流失十分严重 当时如果从洪水量来说的话 1998年的洪水量只是五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它造成了百年一遇的洪灾 洪水之后呢 中国的很多专家啊老百姓啊 都总结了说因为水土保持不好 事前呢把这个森林给砍发了 当时呢这个朱荣基德就决定了 一定要退坑还令 当时提出的退坑还令呢 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生态因素 第二个是经济因素 第三个因素 当时要执行西部大开发 那我们讲一下就是第二点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呢 是分做两点来说的 第一他就说 由于中国的这个粮食连年丰收啊 出现了区域性的结构性的粮食过程 1998年 中共中央判定当时是粮食过剩 那第二点 就是国家搞这个粮食储备啊 把粮给存起来的这个储备政策呢 花费国家的财政开支呢 太多 太费钱 这是两个理由 我们重复一下 当时已经出现了粮食的 国购过于求的这么一个限制 第二个是存粮太费国家的钱 那么我们查一下这个数据 就是说在1998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人均的粮食产量是多少 把中国的粮食总产出于中国当时的人口 是400公斤 就是去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均的这个粮食产量啊 就是人均占多少呢 是460多公斤啊 这里强调一下是公斤 不是斤啊 一公斤 给两斤 2022年我们要比当时就朱镕基决定 可以跟还零的时候 中国的人均的粮食产量要多 粮食多了 他说我们粮食不够了 粮食少的时候 他说我们供过于求了 到底是粮食是多了还是少了 大家自己去评论 中国现在人均是460多公斤 这是国内产 还不计算进口 大概2022年是每一个中国人进口了100多公斤的粮食 中国人到底吃多少粮食 看到了最新的数据是2019年的 他说中国平均一个人吃130公斤 260斤 260斤除于12个月 一个月吃20多斤 这和当时中国发粮票的时候 它是根据年纪 根据你的从事的工作发的 大概20多斤 不超过30斤 特别就是繁重的劳动 比如说搬运工人 练钢工人 这是超过30斤 那么一般国家干部 可能是27斤 28斤的这个水平 那么中国的粮食 他就是说是从2013年开始 从170多公斤往下走的 到现在130公斤 他说为什么中国的粮食消费少了呢 他说是因为中国的吃的肉多了 吃的鱼类的多了 吃了蔬菜的多了 吃了水果的多了 油水足了 所以的粮食消费就少下去了 我们算一下 就是中国人如果按130公斤算的话 国内生产的有460多公斤 还剩下300多公斤 这些东西去干什么去了呢 都去喂猪了 还是都去酿酒了 还是都去生产生物汽油了 他也没解释清楚 一句话 如果中国的这个粮食生产的数字 是反映了真实的情况的话 中国绝对不应该缺粮 中国今年生产的粮食过了三年 这个是2022年和1998年的时候的对比 就是说98年的时候才400公斤 每个人到了现在460多公斤了 现在要退零还根了 那时候是退根还零 就说的是粮食太多了 现在粮食多了 说粮食太少了 它没有这个逻辑性 那我们再和世界上别的国家比 和印度比 因为印度的人口也和中国差不多 现在已经比中国人口还多一点 我们就多按14亿一算 印度的国土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还不到 印度的这个耕地面积 是要比中国大一点 中国如果说是21的话 印度的耕地是27亿亩 但是印度的粮食总产量 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为什么印度的耕地的 这个粮食产量很低 人家也不使劲的使化肥 去追求这个粮食总产的最高 他们追求的是 在耕地上种粮食的话 就最后能拿到的钱最多 大家都知道 经济学上有个边际效应 就是说你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 你再往里投钱的话 你最后的产出会越来越小 到最后你就停止在投资了 就是说你的规模的过大 不是无限制度 印度的就不追求这个 所以印度的耕地比中国多 但是印度的粮食总产 只是中国的45% 不到足够的一半 因为我们两边的国家的人口 是几乎是相等的 就是说印度的人均的粮食产量 只是中国人的一半 印度没有说它粮食不够吃 而且印度还是世界上的 一个粮食出口的一个大户 特别是大米出口 那中国人就你自己就要问一下 为什么印度人均的粮食占油量不足中国的一半 人家为什么不踏 他才230公斤一个人 中国460多公斤内 所以说说不过去 王维露博士还进一步披露了 中共政府所划定的中国耕地的概念是什么 中国的耕地里面的花头挺多的 这18亿亩耕地是一个政治红线 他说不能预约的 那这18亿亩耕地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播种面积算出来 南方的这个土地它一年可以种两次或者种三次 一亩地它要算三亩 有的地方是两次 有的地方是一次像东北人 它只能种一次 因为它天气比较寒冷 那么你把这个种一次的 种两次的 种三次的这么全部耕地的面积都算上 就是种三次的你要把耕地的面积乘以三 种两次的你要把耕地面积乘以二 这么加在一起就是中国的播种面积 那么中国的专家以前的这个中国国务院农村办公室的这个主任 他提出他说18亿亩相当于这个播种面积是24亿亩 其中17亿亩是拿来种粮食的 还有7亿亩是拿来种蔬菜 种棉花 种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提出18亿亩是我们最后要守住的底线 所以有了18亿亩的这个说法 这是18亿亩和24亿亩跟地面积的这个直接的关系 我算了一下第三次国土调查的数据 中国的播种面积不是24亿亩 是32亿亩 大家都可以去看第三次国土调查的数据 里面有记得中央期的中三次 是32亿亩 中国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永久基本农田 他说要保护的 永久基本农田是15.6亿亩 简化了说是15亿亩 按照规定永久基本农田是不能变作其他用途的 那么回到成都的天府绿道 它这10万亩根地 它是以前在2009年的时候是划定是永久基本农田的 所以它这次是必须要退回去的 再下面一个概念就是高质量农田 那是10亿亩 去年要建设1亿亩高质量的农田 今年要建0.5亿亩 它总是有指标或者叫高质量的耕地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灌溉 就是包括水田和有灌溉设施的农田 他也说它是10亿亩 如果你查找一下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这个数据 在1960年的时候 中国的灌溉的耕地 它已经达到了9亿亩 我们以前讲过什么红旗渠都是灌溉设施 它所浇灌的那个面积都是灌溉 耕地 60年的时候就已经9亿亩了 现在才说11亿亩 谁能相信它的这个话呢 刚才讲的波中面积里面17亿亩是种粮的 还有的是种菜的和种棉花种什么的 所以它有一个叫做耕地的非粮化 耕地的非农化 什么是耕地的非农化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耕地啊 你便做了建设用地了 你把原来是种粮食的 去种蔬菜了 去做果园了 它叫非粮化 它有区别的 它发了一个文件叫禁止耕地的非粮化 有一个叫禁止耕地的非农化 这都是2021年的时候 国务院办公室出台的政策 也是知道这次退灵还耕的最主要的这个中央文件 就是这样解释了 为什么种了三年的株子要被砍掉啊 麦子被毁了 还有种蔬菜的啊 为什么他要去砍啊 他就是说你不符合我的规矩 我们回想一下 就是1978年的时候 中国农村实施了土地承包制 那也是农民自己自发的 起来的这么一个运动 把土地给分了 那当时说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79年80年呢 那时候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吃饭又成了问题了呢 78年的时候土地承包制度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老百姓话说呢 农民种什么你就让他种什么 农民卖什么你让他卖什么 现在不行了 现在他又收回来 说农民种什么 不是你农民说了算 是国家政府说了算 还有一个因为很多农民这个劳动力进程了 家里只剩下年老的劳动力 他无法承担种植粮食的这种任务 就是说是这个劳动强度很大的 这些年老的或者妇女或者小孩子 他承担不了这个 所以呢这个在中国广大的这个农村呢 存在着一种就是撂荒的这么一个情况 家里没有劳动力 所以呢这个人呢 要么就是他把它转租给别人 要么他就不种了 或者说他在那个上面种上竹子啊 葡萄啊 梨树啊 这些比较容易管理的这些东西 总体来说他就是不种粮食了 根据一个调查报告 他说中国在2016年还是2017年啊 这个农村的土地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18亿亩也好 20亿亩也好 廖荒的土地是达到了15% 这样还是很保守的 所以说这个躺平 其实是中国的耕地第一个开始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种地挣不了钱 所以这个廖荒躺平不干的这个事情 是中国农村最早发生的 尽管一些海外媒体质疑 中共当局此举是不是反映出 中国面临严重缺粮的真实现状 但王维洛博士表示 根据中共官员的说法 中国并不缺粮 可以告诉你中国不缺粮 不是我说的 这是中粮最高的一个官员说的 他说我们中国现在不缺粮 中国政府绝对保证民众的口粮安全 而且他说我们现在手中的储备粮 可以供中国人吃一年半 这是2021年的年底说的 就算我们2022年什么粮食也没有生产 他现在还起码有半年的粮食好吃 所以他不缺粮 你要说他被占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朱镕基1998年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退更还零 他说你搞储备粮 太花钱 很多钱 所以他就退更还零 最后我们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缺粮的概念的时候 世界范围内的概念 food的食品安全 食品就包括了很多现在被砍掉的蔬菜水果 都是food 当然粮食 古物是食品 土豆是食品 土豆它既是蔬菜又是粮食 还有豆类 它既是蔬菜又是粮食 所以中国政府他在那里把人家的蔬菜递给拔了 说要种粮食 这就不合理的 我们就讲food 讲食品 这个蔬菜能剃掉你很多粮食 水果也能剃掉你很多的粮食 那么我们讲这个食品的安全 世界上食品安全这个概念是在一个不断的发展和进化的过程里面的 它不但包括了食品的量 还包括了食品的质量 还包括了食品的供应的时间 最后还包括了食品的价格 就是在任何地方 在任何时间 民众能够以支付的起的价格获得食品 这叫食品的安全 我们几年前讲过中国的这个污染的这个大米 往哪里去了 它都混在好的大米里一起让中国人给吃了 因为它的土地的重金属污染 它不是这么容易治理的 网上有这个网民问说 这个中国政府在地里面撒这个石灰 它是什么花招 我告诉大家 这是它治理重金属污染 治理葛的 如果这个稻田里撒了石灰的话 不是说葛没有了 而是葛它不容易释放出来 就是大米的这个中间 还有一个是中国人 他还有一个说调侃的花 他说你说现在是水到上山 你为什么不水到下海呢 中国的水到真的下海的 中国的耕地里面 有一部分是潜海的寒滩地 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 他们就在那里 就改良一种植物 这个植物是海滩地上长的 它能在淡的海水里面长 其实是一种野生的大米 它叫大米草 当时呢长出来呢 是给助当飼料的 那现在它就改良到 它能够生产大米 但是这个大米呢 这个质量很差 基本上也是给助当飼料的 但是中国确实是有大米下海的 最后呢我们就说一下 这个成都的这十万亩根地 一刀砍下去生态园工园没了 长出这十万亩根地来了 大家记不记得 黄万里先生在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时候 他有一个理由 就是说长江的这个泥沙 每一年在长江口要新增十万亩海滩地 这是中国未来 特别是上海和江苏地区的 未来发展的土地潜力 每年十万亩 由于三峡工程的建造 每年十万亩的土地就已经没有了 就是和大家讲一下 十万亩的什么概念 如果你说这个成都 再损失了三百四十亿亿人民币 那么每年损失十万亩的 这个寒滩地 是多大的一个设计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